小明星大跟班明 22日将播出不速之客来闹场 我的婚礼变灾难 邀请演艺圈婚礼苦主代表 沈玉玲 李爱琪与新龙 上节目分享各种婚礼灾难 沈玉玲分享自己结婚遇到的大灾难 就是前女友们到场祝贺 而当时作为证婚人的吴宗宪也表示印象很深刻 前女友邹佩真来送两只兔子祝贺 但在门口那里又哭又闹 不过沈玉玲则为前女友平反 她认为对方的确是抱持着祝福的心意到场 沈玉玲更自曝 除了前女友邹佩真来参加婚礼 还有一位隐姓的前女友不请自来 因是求学时所认识 所以现场没人认识她 在婚礼禁酒时 对方更全诚默默跟在她与老婆牙牙旁边 当最后要谢客 前女友还直接站在她与牙牙中间拍照 夫妻俩回家看照片时 牙牙发现对方偷牵着沈玉玲的手 沈玉玲只好招认识前女友 还自嘲 该死的是我当时手也没放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